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支永称3001A 应该是有A字 这支笔的话就是也能叫做78G的复刻版 那个对比视频我会在另外一个视频做 那这视频就单纯做这支笔的一个单纯评测 那还是一样 笔套我先拿起来 然后就把还是一样看下一个笔的一个大小先 笔的话首先就是这样 OK 放好一点 笔的话首先这样子 那能看到那形状上那跟原版应该是差不多了 笔还是一样 笔的话就说不是特别粗 那非常适合日用的一个规格 也是很中性的一个尺寸 然后笔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笔尖 倒叉 倒叉一下吧还是 或者啊还是不用不用 应该有用笔的应该大多的都不会倒叉 那你们看到那个写了14k的一个笔尖啊 最近又被我拿来放到这个78G上面了 啊啊这个反正就是跟白金的3776一样啊 啊鸡尾尖就是笔尖就是拿来鸡尾的属性感的话就是啊可有可无了 好那笔尖的话也是非常呃不能说非常小的笔尖也是呃中间大小 呃中间偏小的一个笔尖 但这个笔尖的尺寸的话是非常适合日用的 像那个800和146的话那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间尺寸的一个笔尖呢 再上去就叫一个大尖那所以说对我的定义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中间 然后偏一个偏小的这样子一个尖 好那一样的我把笔给收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啊拍了OK可以放一边 那笔的话首先这样子我们先盖上帽 然后看一下这个的重量大概是多少 应该跟原版差别不会很大 好12.6的一个重量那如果拔帽的应该是9点多左右 还是8点多那比想象中还要再轻一点 刚刚好8.0上网木可能再多个0.12克或者23 0.1到0.3的一个重量 再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笔的一个总长 看一下啊可以0.0 好那还是一样方便大家去看我就这样我手盖一下哈 先把笔给大概好那大概这样子一个长度 应该能看得到136.2223这样子 放完笔尖的时候吧我们就我也是大概这样子看吧 因为镜头上面它是有一个角度差就是镜头大小会影响到你们看这个笔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尽量给你们好那把完帽的一个尺寸大概是12.3的这样子一个尺寸那架手上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了 好这就是一个啊还有一个笔窝的长度笔窝的一个粗细那有时候笔窝粗细我一样是我拿笔比较高吧就拿就按着 我平常拿笔的这样子一个高这个地方高度来量吧呃笔的一个高啊应该不会滑到这个笔好9.94那比平常中个人喜欢的那个小了一毫米左右但是也是能接受 好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支笔那笔家的话非常的开心啊啊啊放得很到位但是个人跟希望是说这个字呃没有掉因为这个感觉呃看一下他们看对那看一下这个字啊这个字它压下去的时候感觉不是很精致就是呃不是很锐利那个边就打下去的时候能看到特别W最左侧的这个鞋面嘛 它是直接这样子抛下去就有点弧度的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有点锐利一点的感觉呃这个人压得好一点的话那个笔的精致度能提升不少呃然后这个笔环的刚刚如果看到那一支的话其实呃基本上是差不多了然后这里写了一个永生3001 好但是我买的时候好像是3001A这样子比的话我当时买应该是应该反正算完运费应该十来块钱左右吧反正这支笔不会很贵了那呃反正如果真的用钢笔来讲这一支的话价格等等的我个人都觉得挺合适的呃笔尾的话这里的话好像处理的也还可以看起来也挺干净的一个尾部 就是有点凹下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呃不是很干净 内侧的话也是跟原版一样就是有一个这个三角的这样子一个就是防映力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再下来呃笔帽上面来讲的话能看到上面的楼纹那基本上也是悬进去 比较放进去悬上去那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里的话那可能会跟到时候我跟原版再对比一下吧 从这里看觉得个人觉得呃可讲的地方也不是很多呢这里圆形这里是应该一个呃对内六角形的一个切面呃有点像是防蜜蜂吗可能是呃 呃外面摸起来的话倒是没有什么的一个不顺畅的一个感觉 再下来的话暂时因为这支笔是全新买回来的因为拖度问题也很难看得到 那这里的话有个透明笔蛇但透明笔蛇你买回来的时候是很好看的 但你真的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喜欢用黑色的因为像我这种万年黑就万年黑墨水的 其实这个透明笔蛇帮助并不是特别大 然后再下来啊这个地方有点小紧 另外这里好诶有多一个密封穴呢这个可以到时候好好对比一下 那这里的话呃可能是为了省材料嘛 然后这里就掏空也比较好制造 如果这里平的话那它开膜上面来讲会比较难 那这样子做的话前后开的话那相对来讲也比较省材料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中间的这个虽然说你现在看到会往上顶嘛 但是如果是这里看它是有点缝隙的 能看得到这个应该是一个精度的问题了 那不是正宗的 嗯我给你们转一下 哎 那能看得到吗可能有点黑我灯光没有 因为我尽量这种自然观的 那能看到那这个是有一个精度上面的问题了 如果是说我这里填满 然后要这里也给它弄螺纹或者怎么呃就这一类的就更精准一点的 那成本上面来讲那肯定比较高 那根据它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这个地方反正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这个吸摩器的支援有呃怎么讲的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嗯 嗯 这一个有点不是很光滑 你看到这个我这这个就有点不是很锐利 那这个也是能接受的 再下来呃很感谢观众之前给我科普一下的 这个就是一个 减慢那个墨水流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呃什么配件吧 呃 但是这个很看你本身比的一个出摸量这个有没有用的话 呃再下来的话其他的应该能讲的也不是很多了 那我把笔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笔拿完的时候啊反正也很舒适也是很轻的 因为如果我个人的话写超过两个小时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偏向很轻的笔重笔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通常写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 我一定会换笔用了 因为轻的话它用起来真的是书写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的那么的累 再下来的话就是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尖笔尖上面来讲的话 用肯定是能用的但是说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不会包很大的一个期望 好 那个可以那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笔尖 那看到这个打磨感觉还是还是挺不错的 好 那这个是一个鞋面可能有点不是很清楚 那我今天给你们拍清楚一点 哎呀 还是要找个嗯 这这么难拍估计是不是需要搞一个显微镜回来了 然后这里非常干净的一个新笔的一个打磨 然后再配上一个透明笔尖 那从这个角度微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相当的怎么讲呢相当的一个滋润啊 然后再下来应该笔的话没有 有时候是我拍的角度问题了 我暂时拍的笔其实很少会有错间了 现在刚笔的下限其实是挺挺高的 就是说基本上都能用 只是说它里面的一个外观还有它的笔尖斜感等等 就更更多的是一个使用体验上面的一个问题了 好 那整支笔的话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子了 因为呃之前78G也讲了一些 然后这里看的话 嗯特点的话 其实就它就是很实在的告诉你说 我这就是一支笔 那没有说很多奢侈的元素 那也不可能说像万宝龙那种说啊 我又叫什么雕刻一些什么鸭纹等等的 好 那上一下墨线 另外这一支笔我觉得上墨有一个 哎可以可以 那我就上一点吧 反正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上盲 那书写应该够的 呃反正是怎么讲呢 就是呃 这一支笔的话 如果我现在上的墨可能是比较比较少的 但是我还是因为它的笔尖大小的一个问题啊 我很多时候还是会碰到 嗯 这个笔卧 就是说我现在笔卧这边一插它还是会有墨的 那个人还是喜欢说我 我只把喜欢大一点的尖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沾完这个 就是我把笔尖沾可能 沾到差不多接近那个笔卧的临界点了 然后呢就呃不用去插这个笔 我只要插笔尖就可以了就是 这是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 就我想说就是我心目很多时候会碰到这个笔卧 但是有些笔呃像万宝龙它也是要这样子 你得要把那个笔卧再往那个墨水里面再沾一点点 沾完一点的时候那个上墨会比较满一点 虽然说万宝龙它应该专柜那边会告诉你说啊 不要上满这个墨呃即使它是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活塞钢笔 那我可能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拿出门的话 其实哦怎么怎么会 我是我没啊我没有牛井啊不好意思 糟糕糟糕啊第一他今天拍第一个视频就这样子了 哎好了下几个视频应该你们都要看到我手是黑的 哎真的是尸首尸首了好我处理一下 然后拿一个笔来那个就把笔子准备一下来书写 好那个收拾完了拿手啊这样突然就这样子尸首了一下啊 然后我还是先书写一下吧 那我个人比较神职的那上次看完这本这个笔子 基本上就是拿来那个做评测用的 然后就写写无聊的东西好 那个一样的这个是 好那你们看到了那这支笔那我刚一写完然后这里就能弄到了 就是说这支笔本身触摸也很大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这支笔箭非常的射那我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完全不会感觉到有很强的一个阻力感 书写感受也是非常的一个舒服 嗯另外呢就是他这个笔就是有不要注意真的是这个触摸量比较大 那所以说写起来的时候他的一个论笔时间也是比较少的就可能你写到 一百字左右把它整个笔就是整个公墨系统开始流畅的时候嘛 你再来去书写的时候 那那个鞋感相对来讲会比较滑一点点就比较润一点 那这支笔总体来讲的话嗯很OK就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个书写感觉 然后个笔尖上面即使他触摸这么大吧就是有遗传到百乐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触摸很大 但是我笔尖很细那就这一点跟百乐上面的一个书写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两支笔的一个笔尖书写感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那书写上面的部分就到这这样子 那整支笔的评测那我们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